欢迎您来到冬子英文小教室文法篇 Unit 106, Chapter 12.4, Double Negation 什么是双重否定 什么是双重否定呢? 双重否定, Double Negation,是指剧中含有两个否定部分 以致具意呈现强烈的肯定 事实上,这就是数学上常见的负负德政在文法上的应用 老外常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非常坚定的肯定意念 您知道常用的双重否定有哪两种方式来构成吗? 它们是第一种,否定词加上一个否定词 第二种,用一个否定词加上一个否定自首或自尾 请您看下面的例句 People cannot live without fresh water and air 没有洁净的水和空气 这句话其实是用两个否定词来造成 请您看最下面的 它使用了一个否定词Not 和另外一个否定词Without 来造成双重的否定 以便表示强烈的肯定 而事实上,这个句子 它的意思就等于一个非常肯定的 强烈肯定的意思 所以它可以等于 人们一定要有洁净的水和空气才能生存 虽然他用了两个否定词 造成了没有洁净的水和空气 人们无法生存 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肯定的句子 It is not impossible for him to die driving after drinking 酒后驾车的他不是不可能死亡的 这个句子它使用了一个否定词Not 和一个否定的字首I am I am表示Not 来造成双重的否定 以便表示强烈的肯定 所以这个句子我们也可以将它翻成 酒后驾车的他很可能死亡 不是不可能 其实是语气相当强烈的很可能 所以你要表达强烈的肯定的意思 不妨可以试试看 用双重否定来表达 您知道常用的双重否定词有哪些吗 常见的双重否定有 No Not Few Nobody Nothing 等字配合 Without Unlike 不像 Uncommon 不普遍的 Useless 没用的 Impossible 不可能的 Unkind 不仁慈的 等等的字来配合 请您看下面的例句 It is not uncommon in Taiwan That motorcyclists speed while riding 机车骑士 行车超速 在台湾不是不常见的 这个句子里面 他用了一个否定词 Not 和一个否定的字首 Un 一样代表Not 的形容词 Uncommon 来造成双重否定 表示强烈的肯定 所以这个句子 我们翻译 也可以把它翻成非常肯定的 机车骑士 行车超速 在台湾 是相当 常见的 Few people here Don't know him 在这里 很少有人 不认识他的 这个句子里面 用了两个否定词 一个是Few 和Not 造成了双重否定 表示强烈的肯定 所以这个句子 我们也可以将它翻成 在这里 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他 然而 老外有些习惯 也许我们不习惯 可是他们真的不习惯 这样子来用 双重否定 请您看例句 I cannot hardly stand up 为什么这个句子是错的呢 您可以看到它中文翻译 就可以知道它 为什么老外觉得它不好 我不能几乎不站起来 什么叫不能几乎不呢 大概是 这个hardly的语气比较弱 然后再加一个否定的词 Not 这样子的语气呢 不够强烈 并不符合老外的习惯用法 所以 我们需要将它改成 I can hardly stand up 我几乎没有办法站起来 或者是 I cannot stand up 我没有办法站起来 这样子意思就很清楚了 所以 cannot hardly 并不是我们习惯的用法 在文法上 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用法 另外一个 习惯上不用的双重否定 请您来看到例句 He doesn't know nothing about that 他对那件事 没事情不了解 你可以发现到 什么叫 没事情不了解 就算中文翻起来 也十分的奇怪 这不但不符合老外的习惯用法 恐怕也不符合 我们的习惯用法 怎么办呢 请您将它改成 He does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at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 对于那件事 他呀 He doesn't know anything 他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你可以发现 这样子就相当的通顺 所以请您注意到哦 Do not know anything 这种用法 并不被接受 东西小教师要提醒您 双重否定 Double Negation 是指 句中含有两个否定部分 以致 具意呈现强烈的肯定 老外常用这种方法 来表达非常坚定的肯定意念 今天的东子小语 要献给您的是 As you sow So shall you reap 这是一句非常常见的英文谚语 字面上的意思是 就如同你这样子的播种 So 所以你将如此的收获 REAP 中文 将来翻成两种 一种是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不过您也可以翻成 比较文雅的 要怎么收获 先那么栽 祝福您 平安 健康 快乐 谢谢您